钢铁侠为什么不用镇晶来打造战甲 难道是黑豹不肯出售吗 又或者说镇晶造价太高 其实原因很简单 托尼作为复联中智商第一人 他的战甲更是一直都在更新换代 从最初山洞里的马克一号 到最后绝唱的马克八树 战甲所用的材料也各不相同 最初的马克一和马克二都是由合金打造 可由于出现了高空结冰问题 从马克三代开始直接更换为金钛合金 一直到了马克五十战甲 才开始利用其内米技术 这时的黑豹也早已加入复联 按理说钢铁侠完全可以利用瓦坦达的技术 来强化自己的战甲 可即使到了托尼牺牲 他也没能打造出一套镇晶战甲 一切只因镇晶有着致命的缺险 虽然它是漫威宇宙里数一数二的特种金属 但却非常惧怕超声波 在黑豹一中 国王就是依靠这点成功打败的金钱豹 而反观托尼的内米战甲 尽管没有镇晶那么强的防御力 但却有着更为全面的功能 钢铁侠能凭一己之力让神流血的原因 而得益于强大的内米技术 战甲在作战时还能通过自我修复 来达到生生不息的涌动功能 这些优点同样是震惊无法具备